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十世纪里面的一位诗师以户 以户是一个做事非常谨慎的人 昨天跟你分享到说 他有一个特质是他是左撇子 但是不管你的个人特质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是你自己非常引以为傲的 或者是你会很懊恼说我怎么会这样 但是你的特质没有一样不是神精心设计的 所以接纳你自己 因为你是神手中独一无二的 神不但用我们的一些个人特质 神也使用我们的行事风格 以户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我非常信他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做事很细心的人了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人我就觉得 哇 上帝可以用这样的人真棒 他做事有预备 他要去处理神给他的那个任务 他要去完之任务 你看他先准备刀 而且他知道他是左撇子 所以刀要藏在右边 这样才好拿才好拔 他是有步骤的 有计划 然后他先准备礼物 用那个礼物去打动那个王的心 然后让大家对他的戒备能够放松 然后他出来 然后跟着所有的这些 这些进去的人一起出来 出来之后 然后他再转回去跟王说 我有一个很特别是要跟你说 王说什么事 因为刚才送的礼物大概很大 所以王也很放心 就松懈了就说 你们走开走开 他有话要跟我说 然后在那个最好的时机 哇 他行刺 然后他是很落实的做这件事情 神经上讲那个刀刺进去 连那个刀背都刺到里面去 都穿过去了 哇 你看他做事不是 随便之下赶快跑 吓死了 跑掉 结果呢 人家那个受伤的 我们很多戏里面不是看到吗 看起来好像完成任务 急着过一下 那个人又站起来 他不是 很落实 然后呢 他非常的冷静 然后出来把门关好 锁好 若无其事 一步步的走出去 你看 这是他的行事风格 我也常常觉得 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 有没有预备 有预备 有没有计划 缺一点 那计划有没有步骤 我想要做这个 我想要做那个 可是我有没有步骤呢 它是很有步骤的 我不只有一个计划 我要做这件事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失败是因为 空有一些理想 计划很大 但是有没有达成 这个计划的步骤 没有 以至于后来就做不成嘛 它不但有一个计划 而且有步骤 不但有步骤 每一步骤都很落实的去做完 而不是清清乎乎的做 结果虽然有步骤 后来到处都是漏洞 以至于还是失败 不但有计划 不但有步骤 不但落实 而且我最欣赏它的是那个冷静 整件事情做完 它退出来 把门关好 锁好 不是慌慌乱乱的跑掉 结果门也没关 结果后面的那些太监进去的时候 一看到这些东西 哇 不等 把他抓回来 没有 把门关好 锁好 若无其事 以至于人家以为 他在里面干什么 给他很充裕的时间离开 我觉得我在以后的身上 学习怎么做事 我祝福你 在上帝托付你做的事上 能够做得好 而我们也一起学 有计划 有步骤 而且落实 也给我们一个好的冷静的心 能够完成神给你的托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